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诗篇132篇 我希望我们现在可以开始更加的去明白这一篇诗篇 线上自己奉献是什么意思呢? 当我们奉献的时候 把我们自己奉献给神的时候 我们做的是什么? 奉献呢 它最终呢就是一个回应 它是我们给神的一个反应 一个回应 所以我们看诗篇132篇 我们看到大卫他的反应 他对神做出了回应 那如果你是认认真真的去回应上帝的时候呢 他也会回应你 在诗篇132篇132篇 在诗篇132篇我们可以看到 是神 他也做出了回应 对大卫做出了回应 这里我们要看 这里呢就说到了 大卫 他的反应 神啊求你纪念大卫所爱的一切 所受的一切苦难 他遇到了仇敌 他的这个患难呢 也因他自己犯了错 所以他被责罚了 对 可是呢他去寻求上帝 上帝也聆听他 更新他 安慰他 给他力量 就像很多诗篇这里说到的 他呢对神做出了回应 他的奉献是什么呢 他起了一个誓言 他是一个对神做的一个誓言 他把你带到了这么远 他要怎么样的去做出回应呢 所以大卫他这样神起了是 说到呢 他会为神找一个安息之所 找一个居所 所以我们读到的 所以我们读到 到位他如何的做到 在诗篇132篇 第四节到第六节 第七节他们找到了这个约会 第七节他们去敬拜 第八是他的一个祷告 他求神进入安息之所 他也呢去让这些祭司 去为他们祷告 愿他们披上公义 去那边支持他们 知道呢 时时刻刻 神的殿都会有祭司 这就是他所做的 这就是他的回应 对神做出的回应 那上帝对他的回应是什么呢 我们要来看十一节 这是神对大卫做出的回应 当你启示的时候 你对上帝发了这个誓 你看到吗 这里神呢 也对大卫起了事 你看到吗 这里是有连接的 神向大卫平成时起了事 上帝呢 会与你配合 你看上帝做了什么 他会做的是什么呢 第一 他会让你坐在宝座上 身为一个王 你不知道你的王国 可以维持多久 你看有些王呢 他们做王的这个期间 是非常短的 有些被杀死 有些呢 的王位被夺去 有些被打败 可是呢 上帝和大卫说的是什么呢 我要使你所生的 坐在你的宝座上 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福分 当上帝赐福于你的时候 他也说了 十二节 你的众子 若守我的约 和我所教训他们的法度 他们的子孙 必永远 坐在你的宝座上 十三节 这是上帝的回应 因为神拣选了西安 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 你想为我找到一个居所 你预备了 那上帝 他的回应是什么 就是我愿意 当作自己的居所 他也说到了 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 你看 他的那个 大卫的祷告是 求你兴起 和你有能力的约会 同入安息之所 然后呢 大卫 上帝给他的反应就是 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 我要住在这里 所以你看这里的这个祷告呢 他们是配合的 上帝在这里 当作是他的居所 你看这里 当他把这个当成安息之所的话呢 这里就会发生了一些事情 就是十五节开始 说到的 我要使其中的粮食丰满 所以你不会缺少任何的东西 这个地方绝对不会缺少 他会使其中的粮食丰满 使其中的穷人饱足 我要使祭司 批上救恩 所以这里就说到神的电 圣民大声欢呼 那些贫穷的呢 他们会跑足 所有人都会被看顾 十七节 我要叫大卫的脚 在那里发生 不是说到大卫有脚 而是说到这个脚能是什么呢 我要和这些年轻的去解释 不然他们以为大卫是有脚的 这里的脚是说到什么 是说到力量 代表力量 代表大能 代表你的这个名誉 所以他会成功的 为我受高者 预备明灯 这里说到的受高者呢 就是大卫 他会有那个名灯 神的名灯会一直与他同在 这就是大卫所说的 神所说的 他会为大卫所做的 预备给他的 他会使其中的粮食丰满 今天我们要读到的是力代志 是说到呢 这些东西 他是如何发生的 在这里所做的事情 是会发生的 上帝所给的这个应许 所以为什么大卫 他可以去预备 他可以去培养呢 他对上帝话语的这个敬畏 是非常出色的 非常突出的 你怎么知道一个人会敬畏 你怎么知道一个人会敬畏神的话语 第一 他们会去回想 第二 他们会去保持 如果你忘了 你不去保持 那么呢 你对神的话语就没有敬畏 当我们读到历代志 当我们读到历代志的时候 上帝会 大卫会一直把上帝所说的 去重复 他是一个会敬畏神的 一个仆人 所以我们要去回顾神的话语 我们要带着祷告去回顾 问我们自己 上帝他和我们说了什么 他正在和我们说什么呢 当你独立代志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 你就会看到他一直在重复 上帝和我说的 所以你用了这个时间去思想 上帝和你说的是什么 这是我整个星期的 这个音会 我意识到的是什么 我意识到的是出席的人 还是每个人的反应吗 不是 我意识的是呢 上帝要 利用我来和你们说什么 他们来到这里 有他们的原因 那你要和他们说的是什么 这是在我这个星期前 尤其是这个星期 我一直做的祷告 所以你要知道 你要如何去聆听上帝的话语 你要如何去保持 上帝的话语 在你的祷告当中 然后你要如何去做出回应 这两件事情 所以我现在呢 在预备你们自己去奉上自己 教导你们做出一个应当的回应 所以你要去培养对神 神殿的这个深爱 第一 你要有真诚的爱 当你有真诚的爱 这个就是你的开始 然后呢 要有一个成长的爱 最后 有一个伟大的爱 现在我们要翻到历代誌 和我们在诗篇132篇这里读到的 大卫对神的回应 神对大卫的回应 这里呢 是有连接的 现在我们翻到历代誌上 你要记得大卫说的是什么 大卫要为神找一个居所 在历代誌上的十三节 十三章 这里呢 大卫呢 他就去询问 在十五章呢 他就为自己建了这个家室 他也预备了一个地方呢 是要运这个约柜的 他找到了一个地方 他也要运这个约柜 回来这个地方 耶路撒勒 十六节呢 众人将神的约柜 请进去 安放在大卫所搭的藏墓里 就在神面前 献番祭和平安祭 然后他却写了一首诗篇 去鼓励大家做出回应 在第八节 十六章第八节 你们要称谢神 求告他的名 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 要向他唱诗歌颂 谈论大一切奇妙的作为 二十八 祝民中的万族啊 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神 都归给神 要将神的名所当得的荣耀 归给他 拿贡物来奉到他面前 当以圣洁的装饰 敬拜神 不只是表面上的 物质上的 属灵上的 也需要 要很强的 有时候我们呢 太专注于在那些外在的 可是呢 你不能忘记 重要的是什么 是你要奉献荣耀力量给神 是众民都要做到的 在十七章 我们也读到了 他要为神建造殿雨 他也和拿丹 这个先知去说 然后神 第四节就说 你不可以建造殿雨 给我居住 所以上帝呢 他要教导他 帮助他去明白 他会呢 扶起大卫的儿子 去建造这个殿雨 你记得我们昨天 学习到的吗 上帝与他说的话 他的反应呢 就在十六节可以说 看到的 神啊 我是谁 我的家算什么 你进食我到这地步呢 你看 一直他都做出回应 做出反应 这就是你生命当中 你要做出的回应 是上帝的这个经 他要给你的经历 他要你学的 是什么 是七章 在很多年过后 我们来到了 二十二章 二十二章呢 他就预备他的儿子 大卫说 这就是神的殿 为以色列人献番祭的坛 大卫吩咐聚集住以色列地的外邦人 其中 从其中派石将 找石头 要建造神的点 这是在二十八章之前 他的预备已经开始了 你看他在座的第五节 这里 大卫招了他儿子索罗门来 吩咐他 给神 以色列的神 建造殿 他说 你建的 建的这个殿 是要 是要充满荣耀的 这就是你的 这个标准 因为这是上帝 配得的殿 如果这是上帝的殿 就是应该要 这样子的殿 大卫也说呢 他会预备他自己 所以他在他死去之前呢 他就 他就 做了很多的准备 这不是那个年轻的大卫 这是年老的大卫 他启示过后 他做出的回应是什么 所以他就叫了他的 第七节这里可以看到 他就说了 他就说了 他就说呢 他要以神的名 建造殿 上帝说的和 大卫说的 你看这里 是不一样的 他说你流了 多人的血 打了多次大仗 你不可以 为我的名 建造殿雨 因为在你 在我眼前 使多人的血 留在地上 你要生一个儿子 他必做太平的人 所以上帝也和他 去解释 他必为我的名 建造殿雨 他要做我的儿 做我的子 我要做他的父 所以这里呢 你做出了这个 准备 不只是去准备在外的 你看这些立位 立位人 他们一群人 要去做这个准备 24节 24章是说到这些祭司 25呢 25章是说到这些歌颂者 26呢 是说到这些守门者 他们就好像保安一样 他们去看顾保守 今天呢 我们呢 就是这一些 在门外 欢迎大家的这些人 你看的不是 不只是 这个教会 这个店而已 而是这个店的 这个当中的 这个流畅度 所以你怎么从一个真诚的爱 去到伟大的爱呢 你需要的是了解 你需要成长 你需要知道神是谁 你需要知道祂的话语要教导你的 还有祂的计划是什么 所以当祂明白这些道理的时候 上帝呢 就会赐福于祂 27章 还有28章 我们现在翻到了28章 28章呢 是祂做的这个预备 这里呢 祂就说 第二节 大卫王就站起来说 我的弟兄 我的百姓啊 你们当听我言 我心里本想建造殿雨 安放神的约会 作为我神的脚凳 我已经预备建造了材料 只是神对我说 所以你看 这就是祂保持这上帝的话语 祂没有忘记神曾经和祂说的话 这么多年后 上帝的话语还可以在祂脑中去回放 去回想 祂已经预备了 神说 你不可以为我的名建造殿雨 你的儿子 会建造这个殿雨 对我的父亲地 川中 在犹大支派中拣选我父自己 在我父的种子里喜悦我 这是你在线上自己的时候 你要知道你有一个呼召 你有一个邀请 当你有这些的时候 你要做一个回应 那你要明白拣选 我们被拣选做什么呢 因为他明白 所以他去献上自己 以色列被称为被拣选的名 拣选这两个字呢 一直都在重复 神他拣选了你 他拣选了你的儿 这是我们要明白的 那你的回应应该是什么呢 被呼召 那你的回应是什么呢 他拣选了你 那你的回应应该是什么 这里的回应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他要去预备 而他这里的预备呢 大卫呢 他预备他的儿子 我们看第九节 他告诉他的儿子 你当认识 你当认识 上帝 你父的神 诚心乐意地侍奉他 因为他检查众人的心 知道一切心思一念 你路寻求他 他必使你寻见 你路离弃他 他必永远丢弃你 所以 所罗门的时候 非常的年轻 那一个年轻的儿 年轻的人 一个没有经验的 你还可以奉献自己吗 今天的这个奉献呢 是不分年龄的 问题是什么 你有没有 你的心有没有要做出回应 所以这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 你也许年轻 你也许 没有经验 可是你需要的是什么 你要诚心乐意地侍奉他 你是否诚心 你是否乐意 上帝呢 会检查众人的心 知道一切的心思一念 你若寻求他 他必使你寻见 这里我们所学到的 寻求我的面 我的心说 你的面我会寻求 如果你是敬畏神的同在 如果你敬畏神的话语 你去寻找他 就会找到他 这就是真理 你若离弃他 他必永远丢弃你 第十节 你当谨慎 因上帝拣选你建造殿雨 作为圣索 你当刚强 去行 也许你觉得自己不配的 你没有这个力量 可是这里说到的 你要刚强去行 大卫将殿的油廊 旁屋 富库 楼房 内殿和施恩所的样式 都指示给他儿子 所罗门 那大卫如何有这样子的一个样式 他是有建筑师 他请了建筑师吗 你知道这个样式从哪里来吗 继续读道 又将被灵感动 被灵感动 所得的样式 是神的灵 向他显现 不是他自己的样式 自己的计划 你记得上帝说的吗 他会预备明灯 被高者 这个就是他的明灯 他被灵感动 然后我们继续说到 这里所有的细节 作为的房屋殿的库存 和生物库存 的一切样式都指示他 第十九节 这是非常重要的 大卫说 我现在所给你的这些样式 这一切工作的样式 都是神用手画出来 使我明白的 因为他寻找了神 神的灵 会在那里 显现给他 上帝的 手 画出来 使他明白 他应该要做的是什么 这就是为什么大卫他知道 他要做的是什么 这是非常珍贵的 上帝呢 会要你听见 或者是预备给那些爱他的人 如果你没有听上帝 你没有爱上帝 那你不会看到这一些 因为你的心是满目的 你不能明白 你也不能明白 为什么上帝有这样的样式 这就是说到 你不理睬你的灵 可是如果你明白了 你的那个喜乐是非常大的 现在我们来到了二十九章 当你看到神的灵 对神的灵的了解的时候 为什么他爱神的灵 我们学习到了很多 他的同在 他的话语 神的灵 是什么 二十九节 我儿子所罗门是神特选的 还年幼娇嫩 这工程盛大 因这殿不是为人 乃是为神 建造的 这就是神的殿 不是为人 而是为神 他所有的一切 都要反映出 对神的 神的荣耀 这就是为什么 大卫 预备 也安排 他从来都没有 胡乱的去安排 这就是为什么 因为神的殿 不是给人的 是给神的 这个神的殿呢 不是给人的 是给神的 所以这个思想呢 就是解释了 为什么他要这样子做出反应 我们对我们了解的反应 如果我们了解的少 那我们的反应也会很少 可是如果我们了解的 完全没有了解 那我们自然而然的就没有回应 所以你看这是神的手在那里 帮助他明白 你看他的回应 所以先说到的是我神的殿 所以这是非常各私人的 第二节 我为我神的殿 已经尽力 预备金子做金器 银子做银器 铜做铜器 铁做铁器 木做木器 他有红玛瑶 可乡千的宝石 柴石 和一切的宝石 并许多汉白玉 且因我心中爱慕我神的殿 这就是为什么 这是大卫呢 他在年老的时候 他明白了 所以他才能说这些 他说什么呢 他说 且因我心中爱慕我神的殿 你看到上帝所献给他的 所赐福给他的吗 他就把这一切呢 献给了神 就在预备建造圣殿的材料之外 又将我自己积蓄的经营献上 建造我神的殿 所以你看你有大致上的一个奉献 可是这个也是大卫他自己的奉献 他给了什么 就是尔斐金三千 他连得金链的银子 七千他连得 一贴垫墙 金子做金器 银子做银器 并借匠人的手 制造一切 今天 我们要看的 如果他可以单手 他可以单手的去 固完所有的这个 经济上的这些问题嘛 他可以做到的 可是为什么他要这样子说呢 他说 今日有谁 乐意将自己献给神呢 谁会愿意 他需要更多的钱吗 当然不需要 他自己就可以一手包办了 他有了已经超过需要的了 那为什么他还要说 今日有谁乐意将自己献给神呢 你因为他最后明白了 摩西在《出埃及记》二十五章所说到的 当神说 每一个乐意的人都可以献上 让他们建我 电雨 神的电雨 从来不是为一个人 而建造 或者一个人去一手包办的 他要 到位要去建造电雨 因为他非常感恩 上帝也给了他这个能力 他之前呢 什么都不能做 可是呢 当他现在呢 是有能力了 有钱的时候 他要做的是什么 他要去为神建造这个电雨 可是在神的智慧里 不是这样子的 因为这个就会变成了大卫的电 这就错了 你不能呢 来到这么高的位置 因为呢 你的自尊 你会自傲 那如果不是为他建造的 那为什么他要预备呢 因为他明白上帝要与他说的 所以 你的喜悦从来不是你自己而已 你要看到的是还有谁 还有谁乐意献上自己 在今天 你看这里的回应 今天有谁乐意将自己献给神呢 于是 众主长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 千夫长百夫长 并监管王公的官长 都乐意献上 这是一群人 他们是什么呢 他们是主长 他们被邀请 被呼召 谁会愿意献上自己呢 这些做出了回应 他们乐意献上 他们为神殿的使用 献上金子五千塔莲的 零一万达利可 银子一万塔莲的 铜一万八千塔莲的 铁十万塔莲的 凡有宝石的 都交给葛顺人 耶稀 送入神殿的福库 因这些人 诚心乐意献给神 百姓就欢喜 大卫王也大大欢喜 所以百姓 他们也乐意献上 因为他们诚心 他们乐意的献上 所以大卫王他也大大欢喜 他们献上了什么 我们不知道 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些金子的 可是他们 这里重点是什么 他们乐意诚心献上 用信心 用对神的爱慕 所以他们就体验到了这份喜乐 那大卫他的祷告是什么呢 对我来说是非常有 有意义的 是要去思考的 你看 你看 所以大卫 在 会众面前 称颂神说 上帝我的父 以色列的神 是应当称颂 直到永永远远的 神啊 尊大能力 荣耀 强盛 威严 都是你的 凡天上地下的 都是你的 国度 也是你的 并且你为至高 为万有之首 这是对的 应当被称颂的是神 这就是 这个殿就是来称颂神的 不是称颂大卫 不是称颂所罗马 现在你看到了神的双手 去感动生命 这是他的子民 这里的反应 在13 节这里说到 我们的神啊 现在我们称谢你 赞美你荣耀之名 第14节 这是和 昨晚的 很相像的一个祷告 说到 我算什么 我的名算什么 竟能如此 乐意奉献 所以他一直心里面 觉得自己不配的 我算什么 我的名算什么 竟能如此 乐意奉献 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 我们把从你而得的 献给你 我们给你的是什么 就是你们 你所给予我们的 他们可以给金 因为是上帝 让他们有这个力量 有这些金的 不是吗 所以他们认知到是神 这些东西都是属神的 记得神跟他们说过的吗 他会让他们保足 让他们一切充足 让他们一切充足 他们不会缺少什么 他们会去侍奉 所以他才可以说 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 我们就把从你而得的 献给你 所以他记得 我们在你面前是客旅 是寄居的 与我们列祖一样 我们在世的日子 如影儿 不能长存 我们在 在世的日子 如影儿 不能长存 没有长存的指望 所以我们是谁 是圣地把我们带到这么远的 是神把我们带来这里的 我们只是把我们从你而得的 献回给你 这就是一个祷告 你不要忘记 曾经 我们没有光 我们在黑暗里 是神给了我们光 我们没有希望 我们曾经在哪里 我们什么都没有 我们曾经的地方 从一无所有 到现在 我们有一个小小的这个教会 谁曾经想到 我们 会在这里 是一个人建立这个教会的吗? 不是 这个经济不是一个人称起来的 也不是我们自己称起来的 对 我们没有这样子的信心 和这样子的 这个 资金 我们这间教会是被 就是 就是 不是我们自己 而是那些 捐献给我们的 我那时候 几年前 我看到那些 我看到那些 给 去捐献的 他们有些是德士司机 有些他们也做着谦卑的工作 可是他们也给 不是每一个在 博大尼教会的 人呢 都是有钱人 我在这里很坦白的和你们说 我非常爱 在 博特利 我们这间教会 上帝的同在 上帝的话语 可是我 非常 也是有另外一间教会 我非常深爱的 是博大尼堂 不是因为他给了我们 而是同样的 神的同在 神的话语 神的爱在那里 我们今天所拥有的 我们要记得 我们现在呢 有 和博大尼堂呢 有一个联名户口 我们不是有一个联名户口 可是我们有 说到呢我们有一个联名的一个账号 是我们呢 一起 去帮助那些我们在印度的这些弟兄姐妹 因为他们被疫情影响很深 因为他们被疫情影响很深 这是我们的现在 这是我们的现在 我们的神的这个同在 还有呢 神的话语 大博大尼堂 他以前没有明白 他花了时间 到现在呢 他才可以说 他才可以问到 今日有谁 乐意将自己献给神 这也是今晚我们要去看到的 我们曾经 然后到我们被给予的 然后到我们被给予的 我们是谁 我们应当配得嘛 可是因为爱 因为恩典 我们得到了爱 那我们的反应是什么 我们的反应就应该是爱 我们要成长 我们要做我们的本分 我们要献上自己 我自己 要怎么献上给神呢 我要献上什么 每一个家庭我都会献上 有些你们 看到我从年轻人 就在 教会 我会献上我的生命给主耶稣 你在那里看到我成为一个牧师 你看到我 从以前到现在的成长 今天你在这里 你要奉献 圣地他如何把我们带来这里 还有未来很长的路 那些年轻的 我们如何预备他们 这是预备给他们的 让他们也有这个 服饰 他们也可以和 去传福音给这些小孩 他们也传福音给那些在外的小孩 他们有这个教会 有这个地方 在星期天 他们也许不会来 那我们还剩下 可能呢 只有少少的那几个 可是没关系 我们也要爱这八个 小孩 他们年轻 没有经验 可是上帝他也拣选了 不要去轻视这些 年轻的 大卫他在年轻的时候 也是上帝去扶起他的 你看今天也是一样的 你要有的是一个呼召 他拣选了 他也 显现了他自己 他也给了 他的话语 他也解释了他的话语 他所要说的 谁愿意 乐意献上自己呢 在今天 你要有这个喜乐 去献上你自己 也许他们是年轻的 不管他们是谁 你要记得你要诚心乐意 去寻找神 你就会找到他 神可以在你生命当中做什么 他可以说呢 我要居住在此 永久 这是非常特别的 一个应许 我们不能把这个呢 当成理所当然 上帝会住在我们里面 当他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 这就是最大的福分了 所以今晚我要邀请你们 去奉献自己 我希望聆听 你所说到的 你的反应是怎么样的 你的回应是什么 让我们预备 让我们预备 预备 预备神 会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什么 在我们这间教会 又要做什么 大卫 他预备了他自己 其他人 他们也预备他们自己 那我们也要预备我们自己 让神 被称颂 不只是在这里 还是在印度 我们没有用牧师的名 因为这不重要 我们只有一个名 你要称颂的是谁 就是神 因为这是对的 这是正确的 是你 神 我们的神啊 现在我们称谢你 赞美 你荣耀之名 所以让我们的教会是神的点 让神一直的被称赞 称赞被称颂 这就是我的祷告 我们要爱这个地方 现在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 现在天父上帝 我们呢 读到的这一些 物欲 我也和你分享了 奉献自己是什么意思 第一 你要知道你被呼召 你被呼召 来认识神 在神里找到信心 得到救恩 让祂成为你的福 当我们知道神是我们的父 他怎么样变成我们的父呢 身为年轻人 就像福音里面所说到的 每一个 接纳 接纳主耶稣的 他都会给你们这个资格 成为他的子民 他的子女 让他成为你的福 让他去教导你 让他去指示你 让他去扶起你 让你成为一个有智慧的 一个男人 一个女人 就好像所罗门 他对上帝的爱 是非常出色突出的 年轻的你们 要与上帝行走 我在这里鼓励你们 呼吁你们 你们要明白 上帝给你们的这个呼召 我们献上我们自己的这个祷告 我们要明白 我们是被拣选的 很多年了 我们认识主耶稣 很多人 很多年我们去 服侍他 这个呼召呢 会变得更加的明显 这是神要我们在的地方 我们被拣选 成为他的荣耀 被创造成为他的荣耀 当神拣选的时候 他也会做他的一切 尽他一切的能力来帮助我们 我们要做的是回应 我们的回应是什么呢 就像我们今晚所学的 在今日有谁 在今日有谁愿意奉献给神呢 在今日 在这个晚上 是有谁 可以愿意 去献上自己给神呢 如果 如果 你要拿起这个 这个 奉献 这个 邀请 那你现在在哪里 你都站起来 安静的去站起来 然后呢 这就代表着 你 献上自己给神 就像 神他赐福给你什么 你是否有这个力量 你是否有这个智慧 上帝他说给你的是什么 你被 你得到了这么多的福分 你做的回应是什么呢 所以现在我要求你们 不管你在哪里 如果你想献上自己 你就站起来 然后你的心 这里是做到的 谁愿意奉献自己 你的回应是什么 你是否愿意去献上自己 给神 然后我们一起来祷告 现在呢 要你们 花些时间 不管你在哪里 我也要从你那里 聆听 告诉我 上帝 上帝和你说了什么 上帝给你的话是什么 你的回应是什么 给神 你去思考到 你 你 从以前到现在 经历到的东西 从以前到现在 是非常喜乐 欢喜的 你可以呢 去做出回应 站起来 站起来不是说 我 比 谁更好 而是说到 我 怎么样的去配得 我们都不配得 可是是上帝 成就我们 是上帝拣选我们 所以这就是一个特别的恩典 你年轻 你也许可以像年老的 就像大卫一样 他也不想去失去你 他也有他要做的 可是呢 大卫呢 他把一切都献上给神 他最大的喜乐 就是呢 可以呢 去完成了神要他所做的 这是非常充满荣耀的 所以我非常感恩 你们站在这里 我记得很多年前 我也站起来 说我要去奉献 有救恩去服侍 我所得到的 我要 给回你 因为神 他从不缺少任何东西 他最大的喜乐是什么 对我来说 就是当我读到历代志的时候 我不是看到的 不是里面的这些惊奇 我被吸引的就是呢 神用他的双手 画出一切 让大卫去明白 这是非常 特别的一个喜乐 非常特别的一个福分 再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 亲爱的伟大的上帝 我们没有办法给予你任何的 你对我们的好 我们是谁 你可以把我们带到了这么远来到这里 我们看到了你的双手 看到了你的供应 你的保护 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清晰 你给我们的恩典 你赐给我们的恩典 你拣选了我们 你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去动工 去供应 你对我们的耐心 帮助我们 去寻找 这个真诚的爱 帮助我们去成长 帮助我们去知道有一天 我们可以有这个爱 可以去说到 我们 我爱慕你的殿 神啊我也 感谢你那些今晚 他们献上自己的 他们能给予你的 是你可以 我们只能去给你 你给我们的 我们的生命 我们生命里面所拥有的一切 在今晚 靠着 明白 了解 我们可以呢 去 献上我们自己 去爱你的居所 去爱 这个地方是你在 住在这里的这一个点 让我们去珍惜 去更加的明白 我们如何的要 活在这里 去寻找你 全心全意的去寻找你 也求你 可以扶起这些年轻的 尽管他们年轻 可是呢 你的 功 你所做的是伟大的 你可以给予他们智慧 让他们呢可以呢 成为一个 有信用的 有用的 让我们在今晚去承诵你 我们也求祢 可以赐福予给我们 奉主耶稣自明 祷告祈求 Amen 好的 谢谢 س 195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